接著來問兩個簡單的問題 第一個 課本 康軒課本的立體 你能夠聽到蚊子的嗡嗡嗡的聲音 可是聽不到蝴蝶拍翅膀的聲音 這是因為哪一個性質所造成的 這個我跟前面講過的 要產生聲音的條件 要有震動 我說有人會講要極速的震動 為什麼要極速 因為丹丹丹的關係 請問 為什麼 他聽不懂 是因為哪個原因的關係 可愛的 No.36 桂牌有36嗎 沒有36 34有嗎 34 是你 哪一個原因造成 出 請坐下 對 頻率太低了 我們講過說 為什麼有人要說要極速的震動 因為動的不快 聽不見 人耳聽覺範圍二十赫到兩萬 太高聽不見太低還是 聽不見 所以呢 震動頻率低於二十赫 聽不見 所以答案呢 選了叫做C 我那天給各位 最後沒有錄的時候示範過嘛 我老人家的那個太低音跟太高音 我都已經聽不到了 一萬三以上我就聽不到了 你們還是聽得很清楚啊 我就聽不見 人老了沒辦法 OK 好 下個也是康軒立體 他說 我們用這個超聲波做產前檢查 我們也會有人用超聲波做橋樑安全檢測 他剛剛發的聲音 可是人的耳朵聽不到 人的耳朵聽不到 原因是因為什麼特性 簡單小問題 就是什麼叫做超聲波嘛 這意思就是問你說什麼叫超聲波呢 帥哥美女就要找美女是嗎 美女7 7 7 7號 巧 UP 回答我 2 你選2 B 你聽說 你聲音好小 老人家耳朵不好你不知道嗎 是 超聲波超音波就是頻率超過2萬赫的 超聲波 所以呢就是他太高音了 所以人耳朵聽不到 所以我們答案選B 這是簡單小問題 就是人耳聽覺範圍20赫到2萬赫 太低音聽不到 太高音聽不到 我們稱之為超聲波超音波 有些應用 我們講了就看一下 稍微知道就可以了 OK嗎 OK